雙倫慧 都被短誤 大家下午好 還好風雨沒有很大 沒有讓大家危險 對 人力與碩滿才會來啦 亦步減慢了 好險 所以呢先聊一下 這個新專輯7月13號才要發行 有delay 為什麼 不好意思啦 來說一下為什麼 因為這次其實 我們的那個實體專輯 包裝的部分 真的都是手作的 一點一點的貼上去 很精細 所以花了多了一點時間 所以真的 耽擱了一點發行的時間 很不好意思 但是大家的等待 不會讓大家失望 對 因為慢工出戲國 等待絕對是值得的 所以聽到這一次 這個未演先轟動的日常專輯 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的好評 也得到了很多的期待 妳自己要不要稍微的介紹一下 透露一下 這一張專輯 我覺得是今年夏天 會帶給大家 很舒服 很清爽 很明快 的一個專輯 然後在這個年中出現 我覺得也還不錯 因為夏天嘛 就是炎熱的夏天 總是暑氣騰騰 會讓人家死氣沉沉 但是這張專輯 會讓大家輕快起來 心情也比較輕鬆 不管是視覺或者是聽覺 都希望給大家很清爽 很療癒 很開心的感覺 然後希望這張專輯 可以伴隨著大家 下半年度都很開心 很順利 真的 所以看著這樣子的田復甄 就會覺得有消暑的感覺就對了 對啊 我一開始就先跪著出來燙衣 是不是很謙卑啊 不過呢 自己表示呢 這個聽覺啦 然後整個製作物的 都是給大家一張100分 很有誠意的作品 非常地認真做的一個作品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一定會喜歡 提到這個余波蕩漾這個新歌啊 之前在我們這個電台進行全球首播 也是大家都一早就來卡位 等首播耶 所以MV聽說你吃的很多苦啊 MV吃的苦真的太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覺得 我自己已經看過初剪了 我想是很值得的 因為這首歌 余波蕩漾 其實是一個 蠻讓人 蠻動人的一首抒情歌曲 我覺得後縱力好強喔 後縱力 就像歌迷一樣余波蕩漾 然後陳昱榮導演安排的腳本劇情 也給這個MV 也給這首歌加分 所以我覺得大家是可以期待這首 這個MV的 對 MV聽說在明天7月8號 就要在這個華言的 官方YouTube頻道進行首播 對 大家可以看我那個 工作時數超過27小時 從早上清晨5點 拍到隔天的9點多收工 絕對值得期待 對 淋雨車 然後女明星在那個 狼狽 對 挖土啊 在打滾 對 在屍地地裡面打滾 是什麼樣子 感覺女明星 想看女明星落難季的話 那就一定要看余波蕩漾的MV啦 對不對 提到說這個新歌 當然你的歌聲表現是不在話下 大家是毋庸置疑 但是你的肢體表現 好像下個禮拜就要被驗收了齁 7月15號 小夜曲 對 你的音樂舞台劇 目前進度怎麼樣 目前在如火如荼的彩排中 但是都是他們在彩排 喂 這樣好嗎 不會 我自己也在努力 我自己 像歌曲的部分已經練團了 然後音樂也確定了 然後自己有一小部分的台詞 還要繼續的努力 然後雖然戲份不是很多 但是我覺得那個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還是會用心努力的 盡量把它程式好 OK 所以明年這個華言 不只要派田復生問鼎金曲之外 可能也要問鼎金鐘喔 這不敢當啊 這有點誇張啊 這太不日常了 沒關係 我講話就是浮誇嘛 對不對 沒關係啦 我也滿浮誇的 好 但不管怎麼樣 這個新專輯的發行 跟這個新的音樂舞台劇 都在這個下週 讓大家耳目一新 是 對 所以提到說 你剛剛出場在我們這個 裝飾藝術 藝術裝置區有拍個照對不對 是 因為你要舉辦一個日常攝影大賽 沒錯 希望大家踴躍來 這是醒無大樓 對對對 的大廳 Hit FM的門口 是 對 這個景都會一直存在在這邊 希望所有的歌迷朋友 可以來跟我討 跟你尬是不是 對 看誰的這個 一樣的布景 看有沒有人可以拍得出更有創意 或是更屬於你自己日常的樣子 是 所以贏家呢 從明天開始7月8號到這個21號為止 然後呢 最終勝利者在這個8月份 8月9號 有一天可以親您現場來到電台 你會親自辦假 對 講美什麼趕快跟誘惑大家一下 我不知道講美什麼 就是 對對對 我想到了 講美是 我會把這一個東西print出來 而且是用那種油畫的布 所以意思就是比較有質感一點 然後會把它表框 然後會獲得我珍貴的簽名 好不要我臉說自己的簽名是珍貴的 就簽上去會送給優勝者 真的很珍貴 因為這個全世界只會有這一份 對 除非是前面有硬失敗的 對 不然的話應該只會有這一份 是 他提到呢 Hebe 我知道你平常這個出的歌聲之外 你還蠻注重養生的 對 對不對 一定要養生才好